他曾经是机构项目策划人 主控操盘手 十多年的古海抵挡 让他形成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法 并在每天的实战操作中磨练和提升 他就是财富课堂系列节目 完胜股市主讲嘉宾吴迪 在这二十几的系列讲座中 吴迪将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总结成二十大技术要点 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用实战案例带领您一起走向完胜股市之路 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收看财富课堂 今天要讲的是第八小节 第八小节的是六种波段走势 资连续上涨 兼中整理和小幅上涨最后冲刺 前几天讲了涉及到的是六大经典波段 是六个六大经典形态 三个大形态 三个小形态 那么股价走股价这个走势啊 它主要的就是说它的整个一个上升趋势 那它主要就是 形态和波段形成的 它们两个大配也不是大伙 是不是啊 达到它不断的重复的才形成了一个大的上层出世 所以中间会出现会出现什么就出现这些形态 会出现这些波段 所以说你讲完了形态你不讲波段 你是不对的 讲波段的好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有形态抓住了第一旗掌 或者是坚重了小形态的厂当 那我这次这个波段走势将后来怎么走呢 我是不是想早点知道 它这个后来的走势会走什么样的呢 可能连续上涨的呢 还是中间有整理的呢 完了之后还是上上下下的呢 还是小羊完了上涨最后再冲刺呢 是不是啊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你做这个波段你就会忐忑不安 那么我们就涉及到了这个波段 涉及到波段 它就给你一种对未来的预见 就是说它早开头怎么走了 我就知道它后半截它怎么走 你这样子多好啊 你说我就有数了 六种波段走势 我能一开头我们就要怎么上涨 咱们下边这么看一看啊 这是可参与的 就六种波段走势有的可参与 有的不可参与 那么可参与的三种走势什么 首选连续上涨 就是我这个大平台 这就属于什么 这就到了什么了 这个是到了十几年到来的煤涨 煤涨就寄于一个K线波动的大相体 就是说我在那个横向趋势的突破里边讲了 就是均线波动 这是K线波动 K线波动呢 这属于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吧 股价走出在低率的时候吧 它也出现了平底 就平底 所谓的又是圆户底平底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K线围绕着五日均线而动 形成了一个 K线的相体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看五日和十军院教会了 因为你看五日和十军院教会的时候 这时候大盘正开跌的 一直到它的上涨 所以说它继续等待 等待什么时候 等待大盘 给点阳光的时候 是吧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不要看均线了 看均线都没有用了 是吧 不要看 十军线 五日均线看完了 看二十 均线都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这些 我跟你说的 看五日和十军线 就够了 三十军线 再往下半年线都不需要看了 都没有用了 我们以形态观念为主 不看那些没有用了 是吧 那技术指标没有用 我们不看 是吧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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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做基本面分析的 因为人呢 一心不可二 有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脑袋 人的脑袋很大 能做很多东西 可以了 你可以 那么技术指标 你也都懂 大理论你都懂 你都会 完了之后呢 基本面天天看这些事 看报纸 看了都脑袋 都发账 你什么都懂 完了之后 我又懂 我无敌的七合买点三加一 他的理念受法 当然最好了 没有这样的人 我跟大家讲 没有这样的人 我也做不到 我只能够专注于 我的实战技术 因为我的实战技术 已经暴露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好了 我这些盘面就表现出来了 我七合买点三加一就出来了 那些东西说好了 我这些三加一没有出来 一点又没有 说了都白说 这个才是最现实的 是吧 分日总是横盘 七合买点三 这是最现实的 这是最真实的 所以说 这就不看 不看那些均线了 就看这个箱体 能否突破 好了 这只股票 今天突破了 这就是什么 这也是七涨 七涨买点三加一 是吧 它大的形态只不过它的周期线长了 但仍然是K线波动的大平台啊 大平台的上涨 它的起来 它的力度更大 比这个 跟大家讲啊 就横向趋势 包括均线波动 它的上升上涨 气涨力度更大 它比一个上升趋势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大形态的气涨更大 因为它的周期的调整效化的时间更长 它压抑它的更更久了 所以它起来的波发力更强 所以这容易产生联系上涨的走势 一上涨就形成波段了呢 那波段了 那怎么走呢 是吧 那怎么跟呢 我七涨三加一 我没有买进 但是呢 这只股票有可能连续上涨 因为它之前是更长的大横台 大平台 或者是均线大相提的横向趋势突破 它就有可能 因为你有一种思想准备 它有可能就做连续上涨的走势 那么第二天 我对这样的股市我就定了它 特别是涨了百分之 大阳线的股票吧 六七七八八九 越大越好 是吧 那我就定了它 那第二天什么 第二天我就看着什么 连续上涨的这个走势 是吧 能连续上涨 能连续上涨 就是说明它分之走势有买点 横盘也好 这横盘也好 这横盘也好了 就是说 这个分之横盘 能够保证它 今天再受个大阳线 如果这个分之走势 在走出一个 起上把下这种震荡的走势 它就会受个心 就会受一个小阴小阳 这是一定的 跑 跑不掉的 横有多长 速度多高 这是有数的 这个股世界也谁都明白 但是有几个人会做 是吧 没有几个人会做 没有几个人敢做 但是你放在我 我这给大家讲明白了 气候买点 三加一 形态也调整完了 什么分之走势没 你就敢做了 是吧 而对于这种连续上涨的走势 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 连续上涨 第二点的分之走势 一定要好 一定要具备我所说的 那两种买点 分之走势横盘 或者是分之走势 上涨不破前提 是吧 就是这么跟大家 讲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连续上涨 就是说明 这些连续上涨的股票 包括它的走势 是连续的 中间没有整理的 一开涨就大阳线的 第二天还是大阳线的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是一种 就是六种波段的 其中有一种是什么 连续上涨 连续大阳线上涨 那第二种是什么 间中整理 这个间中整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启动之后说过 你看这是说过回答 跟大家讲 这是说过回答 前两天还 还跟大家有的时候 缩商整理 短暂整理 就是说 一个大阳线起来之后的 第二天的整理 一般都可以大胆杀击 特别是大阳 出于上升趋势的时候 大阳线现在不是出于上升趋势 大阳出于下跌趋势 大阳出于上升趋势的时候 那时候是每个组都没得跑 一个大阳线起来了 完了第二天一整理 第三天 分之走势 一出现一霉脸 同幅度的大阳线又出现 你看 它不长不平 你看这幅度也差不多 收的小三线也差不多 所以它会重复于这种现象 间中有整理 就是大型态冒起来了之后 你没有抓到第一期涨 但是这只股票 你判定它以后吧 可能还不错 但是你要盯着它 那么整理完了之后 那就盯着 那整理完了之后 那就怪力也到了 怪力离五十线近了 这个时候 这个档多大 这时候离得近了 这一天分之走势一横盘的话 它离得就更近了 你说它刚刚启动 完了之后 分之走势横盘 它一定要上了 那分之走势今天要不长的话 它起上把下 要跌的话 那分之走势 巴巴就出来买跌了 开盘下跌 不过钱 开盘下 哭哭哭就跌下来了 是吧 或者是继续在横盘 间中有整理 就是波段当中出现了整理形态 或者说是回档 或者是短暂整理 或者是烧场整理 只要出现这些了 第二天分之走势出现横盘 出现不过前提 大胆买进 不出现这些 你就不要买 这就是六种波段走势之二的 尖中整理 第三种呢 小幅上涨最后冲刺 这种走势规律呢 它和那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什么呢 它不是大量线启动 它的小涨 小涨小涨小涨 小涨它还有怪力呢 是吧 你看 就小涨这么一点 它怪力一些的 小涨这么一点 它没敢 它没敢怎么立的 还得回收一些 保持在上升 这个波段的上升通道的上轨处 但是这样的股票 它不会就此罢休 它会小涨小涨小涨 把它最后哗来个大涨 这就是波段当中小涨的最后冲刺 如果是最后冲刺呢 还有呢 在趋势当中的 一个波段小涨 两个波段也小涨 第三个波段最后冲刺 这个同样的道理 这是K线当中 一天小涨 两天小涨 三天小涨 最后哗来个大的 以来就给你来个大洋线 我们知道了 这样一来 就是说可参与的六种波段的走势 这三种好 就全期我们没有抓七涨三加一 我们在波段里边要追涨 追涨 有些说追涨不是最高 这个概念都说不清楚 什么叫高 有的还摊花一现 一会儿给大家讲摊花一现 你要买进的话 第二天还没有 第二天就跌了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必须 必须要看到什么呢 你必须要编辑这个走势来 编辑这些走势来 它符合于我的这个形态 形态观念了 它符合了我一个买点 它符合了什么 它符合了我的 七涨买点三加一的启动 或者是它符合了我一个 上涨启动完了之后 整理的回档整理 分时走势又出现横盘 那分时走势横盘 这也是三加一啊 跟大家讲 为什么 你看 这也是大形态 这不挑弄小了吗 这也是大量 这不弄小量了吗 是不是 这不怪力大了 这比小了吗 当然它是针对一个波状而言 它不是针对一个上乘去世 的一个下轨处而言 但是这都是一个道理 都小了 所以我们不要在大了是买 我们在小了是买 小了是买的时候 它就往上大的冲 我们大了冲是卖的时候 而不是买的时候 所以说你在踏上这个最后重视 你说你没涨 当然有的人吧 当然我不太 就是相对刚才那两种 我愿意做联系上涨 我愿意做整理形态的再涨 我不愿意做小涨 小涨什么 小涨 我不知道你小涨多少天 有时小涨七八天 是吧 你等了七八天 你等了七八天 你联系上涨的股票 涨了好几个板了 所以说 那么我这个小涨的股票 你要是愿意等大涨 你就等了 肯定有大涨 除非被大盘这一点开跌了 只要大盘上涨 肯定有上涨 因为先涨后不涨 你都菜了 你不让我再剑马阳光 都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说 都有个现涨 但是它涨的没有那样好 它涨的没有连续上涨 和间中整理好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了 可参与的三种走势波段 我们进入这只股票 我们知道这个股票的 以后怎么走了 我们有数了 这多好啊 我们没有进这只股票 我们可以在间中插档 我们可以在间中插档